這個機緣就是從九里市長的牽線 台北經濟基督部說也有這個需要 我說那沒有關係 既然我們在支球上 我們希望能夠來做一個推動 那有這個需求的話 那我們也願意來配合 陽性銀行的陳董事長 本來就很熱心這些運動 他一聽說陳新安是整個系統在做的 不是只有在做氣甲球隊 他還有這些T隊等等 而且還有女子隊 結果他一聽就說 那這個整個系統很有意思 我就支持你整個ACA的系統 因為我們在體育這方面 從小的培育上 是比其他國家來得比較少 那我們最近幾年 我們台灣的體育界是比較好一點 但是跟外國來比還是比較差 所以我們希望總共在基層上 能夠有一點贊助 引導他們去做一個運動上的一個競技 能夠提升大家的興趣 同時也看看有沒有更多的企業 能夠來贊助 把台灣的體育的風氣 能夠提升起來 帶動起來是這樣的 陽性的加入 不光是對AC台北有一些支持 我想對台灣的足球都是一個 滿正面的信息 之前就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我們二七年 我們希望我們的一隊球員 有百分之六十是來自我們的群群 這個從開始就很明確這樣 然後另外的就是 當這些球員成熟的時候 我們就要開始去衝擊FC的比賽 所以我們很清楚 是這樣一步一步要做 所以我們每一年 我們都需要一些成長 如果我們有更多的資源 我們可以去連結到 更多國外的一些俱樂部 然後當然我們可以 引進更好的教練進來 所以其實他都有很多的連結可以產生 所以我們現在的國外教練 像阿貝爾 現在在我們一隊的助理教練 其實他是跟以前在 CELTA DE VEGO 在西角的一個俱樂部 所以我們很容易 就可以連結到一個西角的俱樂部 所以其實這些教練來不只是訓練而已 其實他們會帶來很多的訊息 這個部分如果我們更多的贊助 我們有更好的球員出來 那其實對未來整個足球的發展 就會有相對的影響